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我们的公司不正常上班 因为我们要计划的轮流的停电 所以说是全国范围的轮流里面 全国范围 因为东京电力 这次造成核电降爆炸的日本最大的电力公司 这个覆盖面非常大的 包括我老家一斗 东京到东北线 可能那个大半以南可能好一点 但这个覆盖面非常的大 那么东京电力的老板已经向国民表示歉意 说我们这次没能保证 如果这样做下去 可能过一段时间我们没电了 所以此刻必须的 大家要轮流的停电 给我们合作 日本人本来是一个极致的 我们对节省意识很强的 对 但即使如此 我们都得配合这个国家 那否则的话我们的经济 社会 那我们的民主党政权 都有可能崩溃 刚刚我也提到过这个东京电力 甚至有崩溃的可能 东京电力啊 那日本最大的电力公司 都有倒闭的可能性 对 那家伙这个影响 而且你看这个日本的这个新闻界 这就不依不饶啊 对那个东京电力的 那都是训斥啊 到底会不会泄露 他这个假如很难说什么 他就说就是都是这样的 对 他们都被指责 你的危机管理哪里 你说你这个说的 昨天说A今天说B媒体又说C 又跟那个政府说的不一样 那东京电力下内部多纠结 那矛盾的一塌糊涂 现在 哎呦 这个核呀 我就觉得有些时候更重要的是 咱们不了解 信息严重不对等 你看就是昨天我就讲 现在很多这个广东的妈妈 就是到香港不是去买奶粉吗 买奶粉呢 也是说说是日本奶粉 他们也在说 说以后不知道 得让孩子改奶粉 嗯 为什么呢 因为说现在受污染 核电站了 谁知道以后他的奶粉会不会 你要这么一想 这可对日本未来的产业影响太大了 对 而且这个问题就牵涉到 除了昨天我说对于核电 本来就充满各种矛盾意见之外 还牵涉一个问题 就今天我们活在一个这样的社会 我们高度依赖各种的高科技 但是一些高科技 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懂 它是怎么回事的 我们的首相都不懂 对问题就在这 就我们人类是依赖一些 我们大部分人都不了解的技术在生活 没错 这些技术出问题的时候 我们最相信的也许就是我们能解读懂的 可能往往是些谣言 就是现在作为我们这个外行的人 还真的是有一个问题要提出来 就是人类社会里存不存在真正的万无一失 因为为什么呢 你看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这个事故 那天我研究了一下 这是最大的最高级别七级的 对 它当时是核心炸了以后 把数以吨计的放射性的物质抛洒出去 说这一次日本的核电站绝对不会到这种程度 于是我就看有些学者就在讲 说日本的核电站实际水平是非常高的 说这个里边他们还用到一个词 军事化的词叫纵身防御 就是多少道可能性甚至都想到了柴油机 就临时运来柴油发电机作为备用电源 对吧 都是一个应急手段 但是运来之后发现电源的接口不对 你对不上 所以这怎么办 这个还有电池 但是电池用完了怎么办 还可以灌海水 说海水里还可以加什么 叫什么彭酸 对啊什么一步一步一步 好像说这个设计啊 是能够应付各种危险的 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呢 现在我们的专家都慌了 他们都不知道 这个功能性的矛盾 技术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又是个问题 这也是个问题 他们都不知道 那政府的人更不懂 因为他们是学文科的 这个有学文科 这个跟中国的领导人不一样 日本的大多数政策 全都是学文科的 学文科没前途 对更没 那我是学文科 那就是老百姓更不懂了 所以现在这个信息不对称 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所以整个老百姓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日本这一次 除了让大家学习日本人的很多优点之外 还能学习到什么 就是日本这个国家在这次的灾难里面 它基本上让我们看到人类文明的一个矛盾的地方 这个矛盾在哪里 就是日本本来就是一个全世界最水色火热的一个国家 真的是 活在 比如说像加州也是一样在地震带上 那加州到底是美国的一个小部分而已 对日本来讲 那就是全国处在一个台风带 地震带火山火跃带 而所有人都知道一个大规模的爆发地震是迟早要发生的 那他又是一个土地不足以完全自己养活自己的国家 要靠贸易来活 那你想想看在这么样的四个岛上面有那么多的人口活着 他他该怎么样持续下去 他该怎么经营 所以那个灾难意识为什么那么强 因此日本用了最多我们人类发展到现在最先进的技术 去保证他能生活 包括你刚才讲这核电站 这已经是目前我们技术水平达到最高阶段 好 然后我们再看大自然的力量一来 你能维持到什么程度 所以我们透过日本是全球人类都在学 人类文明技术达到最先进的阶段 去对抗自然你能做到什么 所以怪不得欧洲发出末日之音吗 我给你们看看这个照片 法国最会做版面的报 他写的是这个法文 基本意思是末日来了 末日来了 用的这个 这个这是日本的一个励志的漫画 日本的这个漫画家景上雄艳 在灾难发生之后 好像在10个小时之内连续发表了60幅 首绘的 这叫微笑 让大家就是给大家鼓劲吧 我认为这次那个所有包括中国的包括媒体 老百姓包括包括全世界的 他们都把这次大地震当做一个自己的事情 就是报这种当事者的意识去看 否则的话那各个家报纸的头条封面 包括很多包括中国的媒体全都派记者来 哪怕这个资金上的问题 资源紧张 对资源紧张的情况下都派人记者过来 所以这次他们都非常的紧张 他们觉得谁会是下一者 谁会是下一者 该怎么去学 该怎么去学 那日本刚刚闻到讲的就是说高科技 老百姓的素质 民度 其实日本已经算是还可以了 包括像我们的首相说的那样 这次其实已经算是可以的了 即使如此高科技没能战胜自然 没错 包括我们那天我在东京那个地方 其实日本人还是巡规岛区 在发生地震 无可耐害的情况下 在等一个出租车 500人一队排成一队 500人等一辆车 然后我们都说我们广播说 我们现在此刻很危险 大家都能走回家 徒步回家 我们包括那天我走了20公里 还算是可以的了 大家都半夜 大家都一块子 我们日本加油 这样的就排成一队 没吵架 没插队 在那样的情况下 那这个素质 已经算是还可以的了 真的是 即使如此 那我们的高科技 没能战胜自然 包括日本 应该说全世界最发达的 这么一个核电站 至少是之一了 这个也没能战胜自然 那为什么这么多的外国媒体 朋友政府都高度的关注 日本这次有关动态 那除了这次 这是对全人类的示警 当然了 因为大家都晓得 日本在防止地震这种天灾上面 已经做到是世界最先进 这是绝对无话可说 包括这是海啸预警 日本的海啸预警系统是全世界最好的 对 你想想看 它已经是最好了 它都这样 我原来就以为我有一个 我不知道我的是不是误解 我原来就以为 因为刚开始传来的死亡数字很少 我原来就以为是发了预警 沿海居民都撤了 就是水上飘着的都是空房子 对吗 我当时我们我在东京 大概发生地震 一两个小时的时候 我们都以为没事 当时我在东京的楼里 是吧 也关在我楼里 22岁都知道没事 跟东京差不多 因为那时候电话打不通 那是真的是没法打电话的 手机也没有信号 手机也没有信号 没有人的手机 那什么信号最好的 Docomo什么的都打不通的 那我们现在没法联系 什么上网全都断了 后来看了电视 哎呦 全海啸在吞并了整个村庄 那时候我才知道 所以这次真的是很意外 只能这么说真的是很意外 之前你们不你没觉得有什么预兆 什么震 没有 没有突然的 突然来的 但是后来呢 那个广播 我们每个日本的建筑 都有广播的 这预警的这个措施 他们发出广播 这个楼是安全的 这个楼是不会被倒塌的 哪怕发生 实际的这个地震都不会倒塌 所以大家不要不要担心 但是我们的这个通 非常口 就是说那个楼外的什么楼梯 全都封了 电梯当然走不了 所以但我们都知道 当时发生地震 我们从八岁开始受防灾训练 我没有在第一到这个地震大城市 但我们都知道 我们昨天没有经历过 但我们知道一怎么办二怎么办 一我们就说这个把火消了 二这个看着这个哪里有桌子躲在下面 对如果可能的情况下 尽量出去到外面 我知道一二三该怎么着 我刚跟那时候观察了周围的朋友 他们都知道一二三该怎么着 这已经算是可以了 训练有素了 训练有素了 我第一次经历 但我当时训练了12年的训练 那等在这一刻 等在这一刻 那用上了吗你觉得 用上了 至少我在这现在 但受伤了 受伤了那腰部什么的都痛 这个是被砸的 被砸的被埋在下面 把柜子什么那个灯都往下砸了 我小时候是有一些 防止这个核武器的训练 训练 不管用不管用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觉得加藤 这个事情会对日本的这个国民心理 带来什么后遗症吗 后遗症肯定是有的 那我们比如说我这个人 会不会下着了肯定 肯定有 说实话呢 我从小我家在伊豆 那等于东海那个地方 我们从小被认为是下一个大地震 是在东海发生 我说实话不是现在 我一直有恐惧的心理 因为日本是个地震大国 对我们来讲这个什么那个震级 四级五级 这是平常的事情 就平常你如常生活的时候就会震 对 当然当然会震 我这次11号我刚开始 我以为是跟平时一样的震 小震 后来没有想到越来越大 这是我是第一次 但是呢 我觉得对于日本来讲 地震是首先一个非常日常的事情 我们说天人合一嘛 要天人合一 那发生自然是正常的 但这次发生之后 主要是造成比如首都功能 彻底的什么痰荒崩溃 然后我们那天以后靠电怎么着 水电的情况怎么着 那此刻日本人 那我们对未来真的是不知道 包括尤其是灾区 那不要说这个这个家路 那全没了 整个这个村庄小镇被海啸通定了嘛 那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现在呢 还不是能够想下一步的时候 那我们如何的度过这一难关 我也不太能够想象哈 就是你看地震 它是在日本全境的某一个局部 对对嘛 那么日本那么发达的国家 我过去觉得这个国家对什么的储备啊 都很有那种巨暗思危的储备嘛 那么现在就是说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嘛 那但是现在物资短缺到这么一个程度 是因为运不上去呢 还是因为全国现在就物资匮乏呢 应该是全国匮乏 因为此刻这是前所未有的 日本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震 那我们是呢 那怎么储备呢 那只能吸取教训 从历史以实为证面上未来 那此刻是超出了所有人的语气 是这样子 因为每一次学习都是依据以前的经验嘛 对 像板神地震的时候 那时候日本政府比现在糟多了 其实 对 那学到教训 现在就知道该怎么办 对 那现在又是学到一个更大的教训 你物资短缺 居然能到这样的程度 因为就像我平常讲日本是个靠外面贸易 才活得下去的一个国家 所以我现在由此对什么都产生怀疑 过去经常听他们说建一个大坝 或者建一个什么工厂 说是你看经常说的是我们这个房百年一遇 甚至有人讲是千年一遇的洪水和地震 所以我就不太明白他这个统计啊 他实际是根据历史的这个统计资料 这个到底是不是靠谱的 什么百年甚至是 也没各种的意外 什么叫意外 就预计之外 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一些 什么人定胜天 我们的意志不动摇等等 这种话最好别是多说 这些年咱们实在不太好 中国人民也渐渐意识到这一点 但其实这次我这还有一点 令人欣慰了一点 就是说这次日本人 没有人责怪地震海啸 对这个日本人的微博上 你看他说还有意思说 我们不责怪自然 我们说这不是天灾 当然是天灾 但是这个是我们也没准备好 那人本来就要跟自然共处的 那就是说我们已经享受到了 这么多自然的这么一个怎么说恩惠 那你还责怪自然 所以这次没有人责怪自然 只是我们的包括我们的 政府包括我们的老百姓媒体 那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所以可能这是可能日本人 这个素质可能好一点 但我有一个还有一点 非常担心一点 我们这个我们学外交的 我是这个学外交的 那有一个词叫国家风险 那任何国家都有风险 那日本的风险自然灾海 也是个风险 我们以后要吸引外资 很困难 会不会过来 肯定不过来 那你发生地震怎么办 要考虑到这 要考虑到这点 日本的这个外债啊 这些问题都都会很麻烦 对现在这么说的话 真的是这个日本的这个经济啊 对这太太麻烦 本来就已经不好了 对包括我们的这个政治啊 这个那这个日本战后 一直以来自民党啊 这个那个统治 后来我们好不容易 换了政权那民主党 那已经遇到这种情况 那此刻那我昨天 刚刚见到的政家全都匹配 我不知道几天说了几公斤 那那我们对于政治 这个经济社会 包括老百姓的承受能力 那那这次应该是我甚至 把它当做战后最大的危机 战后最大的危机 除了我所有日本人都这么看 这个时候这个天皇 会起到一个什么支柱的作用 说实话无所作为 对他能怎么样 他能怎么样 凝聚人心呢咱们讲话 他他他日本天皇 现在已经是很说起来 跟英国不一样 天皇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那当然他也会做外事外游是吧 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国内政治上 是个象征 不过是象征 那此刻天皇出面反而乱了 为什么呢 那当然天皇面反而乱了 这边是事态严重 那天皇他有什么核电这样的支持 他有呼吁的能力吗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了 但是相对而言 我仍然看到一点就是民间社会 好像是在不需要政府来介入的情况下 不需要政府花很多人力在街头排队排队 因为你们自己组织很好 那就说明日本平常的这个民间社会 自己组织能力很健全 我听说日本的这个什么山口组啊 什么这种 不是祝友会 祝友会啊 这种什么所谓黑社会的帮派 他这个时候反而都是出来救人 其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包括我们的军队 那日本在日本军队是个非常敏感的资 日本自卫队友26万 这次已经派遣了10万了 好家伙这几乎半数的军队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样说真的是 我可能有可能真的变成非国民了 非国民了 但我觉得这样的坏事 那中国人说把坏事变成好事吗 此刻包括我的一些年轻人 就我们的年轻人 他们觉得我很想去再去看一看 我从小不知道什么是危机 在这么很温暖的情况下长大 我们这个时候真的想去那边这个志愿 那我觉得今天年轻人很多年轻人的 他们的意识 潜在的意识被唤醒了 所以呢 那刚刚你知道这个凝聚力吗 日本人这个日本这个时候 本来就凝聚力失去了20年 那此刻呢 那我们觉得不能盲目悲观 我是这么认为 所以灾难面前呢 这个人心呢 这是往往会凝聚 另外就有一个概念 不是嘉藤昨天讲的 可能有些观众不明白 他讲这个非国民 从这个地方你可略见一般 就是他昨天从这个日本 离开日本到北京来 就这个时候离开都会被日本国民骂 就说你是非国民 非国民 由此他这种全国统一性 你可见一般 我们去一下广告 强强三人性广告之后见 加藤从你个人 其实加藤就是个80后 这就还很年轻 从你个人来讲 经历了你是亲身经历了这么一场 你觉得有什么人生体会 因为这次我差点走 因为这个很多东西 这个要砸我 险些葬送了未来日本领导人 这个真的我体会到了 但是我还是意识到一点充分的准备高于一切 那我受了12年的防灾训练 那那时候是用得上的 所以说差点什么 我的那个灯 那个灯把我砸下来 那我的头部是避开的 我还挽救了别人 你怎么挽救了别人 就是说我在旁边大概离了20米 有两个那个女生大 女生在咖啡厅打工 他们因为他们在用火 那很危险的 火灾跟地震是离不开的 那我去挽救 跟他们说你不要 你马上烧火 然后马上过来 然后我去这个时候被砸的 就这种情况 对 对 你说还有一个什么防灾的包用上 防灾袋 那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我们任何时候地震是会发生的 所以在一个袋里面 什么饼干 包括水都放在手电筒 放在什么地方的这个袋子 在每一个楼的角落里 对 然后每个人座位底下也都会放的 你去日本的百货公司文具店 就有卖的 哎呦这个真是 所以他这种防灾意识 其实是很完美的 而且我印象最深的是 他那个防灾带里面有个名牌 写着让你写你是谁 对 在什么地方 我问过一个日本朋友 他说这个一来呢是被埋住了怎么样 人家救你啊 什么都比较方便 你试试一试 二来我觉得很可怕 就万一你死了之后 人家认得出你是谁 对 那这个是让我印象最深的 就我觉得日本人呢是一个一天到晚 我印象是这样不知道加藤兄怎么看 常常会说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打搅了 对对对 我觉得这次日本这个表现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的扩大 你说他们为什么要排队那么规矩 他们大家都很怕给别人带来麻烦 对不想麻烦人 对乃至于到死了 你都不想麻烦人太多 不想给人添麻烦 对让人一看就知道死了 这是谁 不想给人添麻烦 对这个是日本人的潜意识 但这次呢 可能日本人我们包括 除了我之外 大家都互相的帮忙 我也在互相帮忙 我也互相帮忙 你会觉得因为过去传统上 我们觉得日本人比较内向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觉得周围人 他们这个情绪怎么样 当然此刻要打破前规则了 要就是说那情绪超多情绪 不要什么不好意思内向 那此刻要那全力付的去 爆发你的存在意识 我当时看到的是这一点 我真的我人生出生以来 头一次看到日本年轻人的那种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所以还是要把坏情绪去同学 对